据国内媒体4月7日报道 4月7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主持例行记者会 会上半岛电视台记者提问称 阿富汗矿产部表示 阿方已同中国中业公司签署协议 中国可继续经营阿最大的爱纳克铜矿项目 我的问题是这份协议的签署 以及近期中方举行的阿富汗邻国外长系列会议是否意味着 中国正式承认了阿富汗政府 针对上述问题赵立坚表示 我注意到你提到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进展 上月底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安徽屯息主持召开了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 以及相关的系列会议 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自去年9月创立以来 发挥邻国优势 为阿富汗局势平稳过度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各方对有关的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将同阿富汗邻国一道 各尽所能凝聚共识 协调配合 支持阿富汗人民开创美好未来 赵立坚强调 关于你提到的是否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 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报道提到 艾纳克同矿是世界级的最大矿床之一 位于阿富汗中东部卢格尔省北端 据首都喀布尔市约35公里 2008年5月25日 中野集团将同联合体与阿富汗签订了协议 拥有该项目100%矿权 2009年7月9日 阿富汗艾纳克铜矿开工典礼 在卢格尔省内项目所在地隆重举行 2021年8月20日 中国中野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 公司旗下阿富汗艾纳克铜矿项目 资源量6.62亿吨 铜金属量达1108万吨 铜平均品位为1.67% 属于世界级特大型铜矿床 目前 因受到疫情急证局变化等因素影响 项目暂未实质性开工建设 公司在认真执行防疫的同时 严格保障人员财产安全 未来将努力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积极推动项目进展